东京奥运倒数一个半月 最近就有媒体报道 包括我国在内的10个国家 可能被禁止参赛 青年级体育部长拿督斯里 里扎马利肯发文告指出 青底部正在确认这项消息 和等待官方通报 这项说法还包括了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 159个国家地区禁止入境名单 但是名单阐明了 参加奥运和残奥会的人可以入境 有鉴于此 部长已经指示国家体育理事会 奥林匹克理事会 以及涉及的各方商讨这起事件 青底部也会向日本外务省和 日本驻马大使馆跟进 目前我国家依然积极备阵